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31点的历史高点之后 一直以来就在走横盘 这个横盘当中你会发现有两次爆了大量 而这两个爆炸量都是在砍杀 都是在崩盘的时候 所以崩盘掉下来又被洗上来 洗来洗去洗来洗去 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地方在走一个收敛三角形的形态 今天虽然有美中不足的地方就是成交量不够大 只有1795亿 不过这个地方收了一根实体的红K棒往上攻击 代表说行情目前可能有转强的讯号出现 这个转强的讯号出现当然还是要搭配一下 盘面架构来做一下double check 会是一个比较稳健安全的一个状况 所以我们来看今天这个盘竟然有转强的讯号出现 我们就来看盘面架构的部分 今天架构其实表现非常不错 714加上涨其中有27加涨停板 代表什么 各位盘是今天很标准是由多方控盘 重点是多方控盘的股票有没有族群性 或者是有没有什么样的特征 是什么样的股票在反弹 是什么样的股票在领涨 这个地方就是你的观察重点 当然OTC指数部分 在上周五其实也出现比较明显的一个卖压往下灌了 灌破的时候均线今天又再度拉了起来 还是维持在这个区间正当整理的格局 不过量是要小度放大来到491亿 收了0.96个百分点的一个涨幅 盘整之际基本上还是要看一下结构的部分 OTC来看的话 其实中长线的一个多空投排列加速 已经偏多的一个状况了 短线的部分 基本上短线还是有一点点偏空 还是有一点点偏空 不过也有转强的渲号出现了 有即将转强的渲号出现 再观察一两天 你就能知道OTC到底要真的转强 不过这地方确实是有明显的直稳状况 再回说均线之上是一个事实 后续只要能够再拉出一个红K棒 均线就能够展开多头的发散 多头就能够再度掌握整个盘面了 先来看一下今天的一个盘面架构部分 上涨加速570加涨停23加 所以这个上市贵涨停加速 大概是有50加之多 所以盘是OK的 盘以今天的角度来看是OK的 但是如果你以一个中期的架构来看的话 很多的一个个股或者是 多空投排列加速显示告诉我们 长均线目前不论是上市 不论是上柜都是多方控台 不过短均线的部分 你还是要留意一下 上市跟上柜目前还在多空交战 还在多空交战 所以目前你说要大到特多了吗 我认为也还没有 但是有直温转强的契机 你可以慢慢的找一些基优股来做布局 找一些有机会的个股 低档转强的个股 或者是整理过后 转强的个股来做布局 我认为是限电段 你应该可以开始做的事情 OK 好那看一下在这个筹码部分 然后其实小鹿下录影的时间点呢 在这个筹码部分有些还没有出来 不过今天 外资来看的话 今天大买了95.8亿 各位外资今天回来大买了 终于回来大买 好久没有看到外资买将近百亿的现货 期货部分没有太大幅度的动作 维持在29605口 那其余数据还没有出来 不过外资现货开始回买 这对于多头来讲当然是一个好事 不过我要请大家观察一个重点 台股在13031点之后 外资的现货是持续维持卖超的 近期有连续三天的买超 比较少见的充分有连续三天的现货买超 我认为这地方 外资只要明天再拱一个红肩棒出来 所有的氛围就会往上拱 所有的氛围就会往上拱 所以我认为这地方多头很关键 明天只要再一根续墙 基本上多头就能够再度掌握盘势 有机会再度往上攻击 所以今天这一根是非常重要的关键K 是非常重要的关键K 所以我们接下来的行情 我认为有慢慢指纹转长的契机 所以我们今天是有新的动作 我们今天是有新的动作 等一下跟各位同志们做个分享 我们来看看今天的类伍之一流向的部分 那其实今天类伍之一流向来看的话 资金你有发现有个很特别的状况 上周在墙什么 是传产 钢铁跟塑化都在 今天光铁跟塑化都掉下去 对不对 因为资金回流到正规军当中 回到哪里 回流到了电子 各位电子才是我们台股的正规军 像电子的比重你知道吗 上一周的一个成交比重 甚至掉到六成以下 来到57% 所以上周其实电子这个地方 很明显资金都外流了 那今天还好全部都回来了 成交比重来到66个百分点 又再度回流 代表说资金又回来正规军 半导体的部分也来到28个percent 所以如果以成交比重来看的话 今天电子半导体终于回来了 所以你会发现 手中的股股要开始动了 对吧 因为电子族群 目前来讲资金开始回流 那今天比较强劲的 就是在光电电子零组件 这个低档反弹 被动原件今天也蛮强的 对不对 在电脑周边相对反弹而已 电子半导体目前都均线纠结 拉出一根长红K棒 所以我认为接下来很关键 如果明天能够再度续墙的话 这个盘基本上就能够直稳 那以贵买的角度来看的话 贵买航运 蛮强的哦 航运虽然这个地方掉下来 不过月线附近就有在做直稳了 网通也是一样 慢慢有在直稳的动作 电子零组件今天相对强 电子也相对强 半导体这地方也相对强 所以我认为在正规军开始回流之际 盘势会开始直稳转强 所以我们要开始有新的动作了 来看今天强势股的一个排行榜当中 各位50党各股是涨停满 对不对 那这些各股当中 有没有族群性点火 还是今天点火的 其实是都是一些跌声反弹的 举个例子来说 你上周五 如果你有看我的影音的话 我跟各位报告什么 雍智科开始涨了 对不对 雍智科回来了 代表IC设计开始回来了 代表资金要往电子这边敲了 今天资金开始往电子这边回流 所以像近期有些回档的 原缸啊 原展是不是掉下来 今天开始回流 那还有像是4968利基 各位你还记得利基吗 利基好久没有人讲了 为什么 自从华为事件之后 利基就没有再涨过了 利基前面之所以崩下来 为什么 各位 利基前崩下来 原因当然就是因为华为事件 华为事件在崩下来之后 洗了这么久 将近一个多月的时间 当然没人在讲它 因为这地方当然没有人在看 没有人在看 今天拉一根涨停板冲上来 各位这就吸引了市场的目光 尤其是今天是有带量的 所以这地方能不能有效的止跌 就是盘式观察的重点 电子股你会发现 资金很多慢慢开始回来拱 还有像什么 这个啊 大家还记得世新吗 世新这里前面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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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喷了黑黑车吗 他就进行这样掉下来 各位 698这个地方400块 各位修正有够多 修正了两三百块钱 这地方低档涨停板 代表资金开始要回融IC设计族群的可能性是提升了 所以这也是引发目前市场上大家都在关注的是 今天涨停板加出很多 不过很多都是这种跌升版 跌好升掉下来的 OK 那还有什么族群 像刚刚提醒过 提醒过的像圆钢圆展 还有像是口罩股的恒大 OK也慢慢开始动起来咯 还有松翰 各位松翰做什么的 松翰是做这个额温枪的IC晶片 额温枪IC晶片 这基本上只要疫情的这个题材还在 他就会有一定的动能往上攻 今天外资竟然大买了 如果你有去看盘后筹码 外资竟然今天是竟然大买的 所以我认为这地方也是可以留意的 也是盘整之后开始拉出第一根 其余来看的话 那一样我们看股本这一行列 各位股本你有没有发现 怎么全部都是小股票 股本这一排 股本这一排你没有发现超过百亿的 也几乎没有对不对 所以没有超过百亿代表什么 今天都是点火一些小股票 今天都点火一些小股票而已 所以这些小股票有没有族群性 有啊 像一些远端视讯的 或者是IC设计的 有一些族群性在做点火 我认为这个盘如果要稳住的话 一样结构性要先出来 结构要先打出来 这盘就走得更稳了 那若是股来看的话 短线就会长很多像什么达能啊 这种太阳能对不对 还有像是大田 这个高尔夫球概念股也是一样 喷很多了对不对 现在开始回档了 台本这个塑化的部分 国桥塑化的部分 还有像茂迪这也是太阳能对不对 然后还有国塑 太阳能相关的概念股 近期来讲的话 都有点见顶的味道 那短线真的长太多了 短线真的长太多 要点回档 让他休息一下 所以今天有别的族群 虽然说领军接盘的话 资金回头到电子 我就认为很蛮健康的 累果在做轮斗 所以目前看来这弱势股 就是一些短线长度的 遭到卖牙涌现 这个汉犬也是一样 我们之前操作过对不对 我们当冲赚嘛 我们当冲获利出场之后 后续真的飙上去了 不过近期马上就全部崩下来 所以这地方也是要特别小心哦 震荡很剧烈 危险 比较危险一些 好那我赶快回答一下 我们投资好朋友 一些持股上的问题 那回答之前 我们跟各位报告一下 我们上周跟各位报告 我们把一档保鲜不如预期的 个股把资金收回来 对不对 我们手上持股剩两档 今天其中一档 我们短线金全股大涨 大涨创下 近期收盘下新高 我们已经开始获利 如果你去看他筹码的话 你会发现这种个股 不喷不行 各位 让哥哥喷的机会很高 搭配他的产业 搭配他的基本面 这样个股就是会喷 就算喷的机会很高 所以今天果然不负 状况冲下了 波段新高 后续我们就去往上看 那当然各位 明天是台积电的法说 会有黎阳证券邀请的 那当然这地方 台积电的供应电有没有机会 你看一下我们的机会 你可以看什么 我们先看设备厂好了 设备厂像帆宣没在动 红色你有没有发现这筹码怪怪的 你有没有发现这筹码怪怪的 加登你有发现筹码怪怪的 各位 那你觉得半导体设备厂有没有机会 半导体除了设备厂 台积电供应电 除了设备厂之外还有别的 对吧 有一些是新的概念股 新切进来的 那新切现在的概念股 我们去看一下 表现很好 各位表现很好 今天还创进 近期收盘价新高 我们就是卡位一档台积电的概念股 那档概念股 几十块钱而已 几十块钱大家都买得起 那档个股我们是很看好它的 前面有飙涨过一大段 震荡整理之后 现在底型打出来 继续往上喷的机会 非常非常的高 所以我们赶紧带领我们学生们进场做卡位的动作 明天我们就期待一下 看能不能有点表现 看能不能有表现 还是一样邀请大家 近阶段的行情其实操作的难度非常非常高 震荡非常剧烈 你不知道该怎么选股 不知道该怎么操作的投资朋友们 你可以联络小鹿投资日记的脸书粉丝专页 联络加入我们的精选群的服务 我们一起来努力 好那赶快回答一下我们的投资 还有持股问题 我们有精选的学员问到2515的中工怎么看待 中工目前最主要题材 当然就是在南港的AI园区 这个地方还有接到案子 还有接到单子 那有接到单子所以反而在买这个 反而是在买这个题材 反而在买的话外资今天都在买 我记得今天盘后来看外资的地方继续买 继续买的状况是像这场个股 我认为你要切可以 不过你要等回档再切入 你要回档再买 亮说拉回首稳这个平台区间 我认为就是买点 就是买点 这样个股你可以去看波段多方 不过它不是一个短线会飙涨特长的个股 所以你可能进场买进之后 你要有点耐心 这样个股你往上看没问题 它有题材 它有题材 它有接到南港这个AI园区的单子 3661的世心我们精选群有问到的 那还是一样这样观点 我给你的一个建议就是 投信连续两天进来做抄底 抄底之后今天是有攻上涨停板 不过你说它大多特多了吗 我认为还没有 为什么 各位你别忘了 它上方一堆套牢筹码 一大堆套牢筹码 这个地方突破之后 有机会回踩第二只脚再上去 所以我认为这里还没有成功 突破之前 你不要进场去接多单 风险非常非常的高 不过如果这地方成功的 带量空上来之后 有亮说压回 罚人筹码开始打进来之后 你就可以布局了 你就可以布局了 所以这样各武认为 你要先观察 这个大量成功局限 能不能成功的站回去 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转强讯靠 当然所有的IP设计的部分 M3E也开始起来了 对不对 今天所有的这个IP设计IP的部分 都有累的拉号 12REN有机会 你要再看一下好不好 再观察一下 再来是3548的照例 照例在我们这长 好可惜哦 各位这样各武 我们成本局出对不对 我们是在这里布局的 我们这里布局洗一洗之后 来到成本取消 认为这盘还是不太稳定 我们还是先出微妙 大涨了7个百分点 今天开盘先直接涨停板 我今天开盘先直接涨停板 所以我们没有帮我们的学员 我们错过了这17个%的价差 那当然这地方 小路也跟我们的学员 说声抱歉 我们没有掌握到价差 这一段非常非常可惜 不过我们也赶快 把资金切入下两个股 有些时候操作就是这样子 盘是为我们控制风险 盘是指纹 我们扩大获利 这就是我的理念 这是我的理念 所以这地方我认为 你说怎么看待吗 投信有件的卡位 那这地方有题材 苹果单对不对 9月12号苹果是不是发表新机 那发表新机的话 题材 他有题材 我认为今天低点没有破的话 有机会再往上看 今天低点如果没有破的话 有机会再到剧场上看 这个平台你守一下 如果你还持有的话 或是你想切入的话 我认为洗一洗量缩 在这个平台内震荡的话 你才可以布局 否则不要去追高 现在还是一个 不建议你去追高的动作 毕竟这张短线这里脱离了 这两成的涨幅了 不建议贸然进场做追降 不过赵立他的营收其实还不错 本一笔也才12倍 机器有够低的 所以他其实是相对安全的标的 OK跟你做一个分享 所以想操作的话 我认为你先观察这个防守区间 能不能直稳 能不能亮缩在那边直稳 你再去卡位 不要去追 真的不要去追 好那我回答一下我们的系统化群组当中投资好朋友持股问题 目前小鹿录影的时间点只有看他三档 好没有关系赶快来看 3105的稳帽 各位稳帽不错 你有去看他的财报吗 如果你有去看他季报的话 你会发现这场各五三绿三升 三绿三升 而且是大部份标涨 法人卡位应该就是卡这个季报的营收 非常非常好 接下来的月营收找出来好的成绩 但他获利就会出来了 所以这场各五我认为就是安全的标的 很安全的标的 这个地方是他的平台防守 没有跌破的状况之下 3105的稳帽现在就是布局 现在就是布局的位置 防守好平台往上看 这场各五我认为安全没问题 3439 没有这场各股 是不是股票号打错 343开头应该是融创吧 我猜啦 应该是融创 3437的融创的话 外资有在卡位 阻力有在卡位 这场各个OK 安全的 安全的标的 他目前的波段防守 就在下方这个平台 这平台没有跌破的状况之下 3437的融创 这LED嘛 LED你可以往上看 你先看金电好了 金电有不动 今天金电有拉起来 台表科也开始转强 惠特也开始转强 对不对 可以啦 融创你观察一下 防守这平台没有跌破的状况之下 我认为你可以继续往上看 9999康纳三 康纳三今天一样盘中大涨 当然恒大还是最强的 你看现在恒大 恒大还涨怎么办 男六今天还小涨而已 各位男六反而是这一波比较弱的 OK60是男六 对啊相对比较弱 连季线月线都站不回去 反而是康纳三是第二强 那康纳三外资 有之竟然就锁马 那这样个股来看的话 不要去追 不要去追 我认为你的防守位置 可以打在这个平台区间 这个平台没有显著跌破状况之际 我认为9919的康纳三 如果有亮缩压回 你可以留意一下 疫情还没有解决状况之下 其实口罩股都有一定的题材 但他不会一直往上喷 各位这已经涨这么多了 所以他顶多就是有题材出来的时候拉一下 有题材出来的时候拉一下 我认为有题材出来的时候拉一下 你可以做一下短线的获利了结 OK那亮缩拉回 你就可以在那买点 等待下一个题材出来 好那我们今天跟各位同伴们分享 我们的影音到这个地方 还是邀请大家 你认同我们的理念 想跟着我们一起布局 想跟着我们一起掌握 下一个波段获利的投资朋友们 跟上我的脚步 跟上小鹿的脚步 我们一起来获利 我们今天影音就跟各位投资朋友们 分享到这个地方 祝福各位投资朋友们 明天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见啰 拜拜